女生那个我们理解你啊 世界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因为所谓的爱而生病嘛 老师们说你应该明白了啊 你如果真的想从头来过以后好好对人 这就算一段荒唐经历 那就门一转你就走 回到家里面壁思过 我错了 我以后不再这样对待任何一个爱我的女生就OK了 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OK好 跟人家道歉 别再求复合了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我现在也知道错了 我也会改正 但是呢 我是觉得我们之间两年的感情了 不应不该因为这一个月就这么算了 当时和你说分手我也是在气头上 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我觉得你就没有把我当过女朋友 一直这样对我 我觉得很伤心 我觉得不用再继续下去了 我站在原地没有走 但是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也会改了 我们不能就因为这一件小事就这么算了吧 你觉得是小事情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生活就是这样 道理其实大家都明白 真做起来的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跟你走到生活中的地方 我们忘掉 行了 女生看清楚了吧 什么都别说了啊 人生就是这样了 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 女生能够从这段所谓的爱里醒过来 男生能够意识到 不尊重别人的爱 其实就是不尊重自己 在不给别人任何尊严的时候 实际自己的尊严也就完全地扫地了 希望这对年轻人 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找到各自真爱的对象 认真的面对感情 认真的开始 谢谢 网友提问 我们是闪婚 婚前挺好的 但宝宝出生之后就全变了 他不再体贴我 我们的生活除了吵架就是吵架 虽然每次吵完架他都会哄我 但只有三天的热度 之后又恢复鸳鸯 现在吵得我也累 他也累 我不明白 再结婚一年多 感情怎么就会变成这样 我感觉就不够 但是突然进入琐碎的婚姻生活 很多现实的问题扑面而来 所以你会措手不及 再加上突然来一个孩子 就像一个无言的第三者 给你们本来就乱的这种生活节奏 又增添了一些生活的烦恼 所以你的生活过到今天这个样子 是一种必然 但是事已至此 还有什么办法 只有先结婚 后恋爱 先志同道合地承担责任 再情投意合地谈一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